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先生把车子送到了4S店进行检查维修 之后4S店给出的解释 更是让曾先生大吃一惊 天窗漏水这是正常现象 过两天雨停 把车子晒一晒 清理一下天窗里的水槽就没死了 曾先生当场就想把车卖了或者退了 但是4S店表示大部分天窗都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曾先生感到十分后悔 早知道自己还不如买个低配型的 没有天窗反而还省事 其实这种现象国产低端车大部分都存在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买低端车型 尽量不要买在天窗的 万一像曾先生的车这样漏水就比较麻烦了 大家对于此事怎么看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